这个美国真人秀 它是真的秀 小丽上节目就想给孩子找爹 小丽妈妈却坚决反对他 妈妈认为小丽就是无理取闹 亲妈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小丽和胡子哥是老朋友 一不小心出了点事故 孩子生下来以后 小丽原本怀疑是前男友的 可没想到前男友背着他 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这还没完 直到那天胡子哥才知道 总之用排除法 小丽最终得出孩子是胡子哥的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妈妈已经不相信他了 小丽很生气 这有什么好质疑的 从眼睛到嘴巴 孩子分明和胡子哥长得一模一样 绝对就是他的 另一边胡子哥也觉得自己很无故 首先小丽的前男友突然发短信 说胡子哥才是孩子的爹 在此之前没有一点征兆 这他哪敢相信 其次小丽是万花丛中过 遍夜都沾身 最重要的一点 胡子哥年幼时工厂打工的亲人 把放射性又带回了家 在辐射的影响下 胡子哥已经无法生育 他甚至曾和恋人在一起十年 也没有孩子 比起胡子哥的有理有据 妈妈的怀疑就很主观 她觉得小丽太能作了 虽然她很爱小丽 但是已经不愿意再为她的过错买单 小丽对妈妈大吼大叫 如果真的爱她 就应该支持她 而不是站在胡子哥那边 至于胡子哥 要是个男人就得站出来 照顾她的亲生女儿 那么孩子究竟是不是胡子哥的呢 又到了开讲时刻 主持人拿出DNA鉴定结果 宣布 没想到真的是 胡子哥愤怒离场 妈妈也向小丽道歉 小丽算是赌赢了 下一对依然狗血 这个美国真人秀 她是真的秀 小美和她学生时代的初恋 续上了前缘 可没想到孩子生下来 初恋小伟却认定 她只是图她的钱 还骂她又扎又查 高中时小伟是校草 是所有女孩们的梦中情人 小美也不例外 那时候小美有点胖 挺自卑 毕业后疯狂减肥 瘦下来就成了大美 至于小伟 可能是岁月不饶人 不过依然不影响她散发魅力 因为她富有 对于小伟的态度 小美很生气 一开始她说自己怀孕 小美还挺高兴 都是小伟的狐朋狗友 污蔑她 不信你看看 你用眼睛看看 这孩子 分明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那小伟的表妹 可不这么认为 她还现场爆了个大瓜 生完八个孩子的小美 可不是吃素的 表妹根本骂不过她 骂就是你们关系不正常 小伟说了 要么怎么说找我呢 八个孩子不得花钱 当初她生小八 我钱钱和后忙了26个小时 结果小美连产房都没让我进 这能是我的孩子吗 又是两个人各执一次 一个说自己尽心尽力 一个说自己孤苦无疑 不管怎么样 小伟希望结果出来后 小美别再缠着自己 那么孩子究竟是不是她的呢 主持人拿出DNA鉴定结果 宣布 听到这个结果 小美有些不敢相信 小伟则发出胜利的欢呼 你看我就说吧 小美哭着向她道歉 不过毕竟是老同学 小伟安慰小美 承诺会尽她所能 帮助她找到孩子的清店 真可以拍电影了 戏剧中还有那么点感人 今天的最后一组有点特殊 这个美国真人秀 它是真的秀 小黛上节目 是为了控诉好闺蜜品儒 不是 好闺蜜小兰 小黛最近失业了 当她身无分文 无家可归的时候 想向闺蜜求助 这工作一般人做不了 闺蜜答应小黛要给她介绍 可没想到 小黛为了面试 花光最后一点积蓄 打扮得光鲜亮丽 来到俱乐部门口 闺蜜人不见了 消息也不回 俱乐部老板告诉小黛 小蓝出差了 接了场私人聚会的活 没办法 小黛只能脚踩高跟鞋 走回闺蜜家 这还不算完 小黛筋疲力竭 就要到闺蜜门口时 一看手机 闺蜜正在直播 狂欢派对 还喝着轩皮式的白蓝地 塑料姐妹情 小黛记住了 但她累得不行 就想先到闺蜜家歇会儿 你才怎么着 给她开门的人 是适嫌 在这之后 小黛心里总算舒坦了 事情的原委 不能听小黛一面之词 所以小蓝也来了 两人一上场 工作人员拦都拦不住 二话不说就开打 现场观众纷纷起哄 各个看热闹 不悬失败 你以为一回合就结束了 铃声一响 就是第二回合 都差不多了 才开始互相质问 完了 第三回合又开始了 那小蓝这边 到底什么情况 说好介绍工作呢 小蓝很生气 那天临时有工作 她就走了 又不是故意 不给小黛介绍工作 就小黛没见过失眠 左 刚说完 一言不合又开打 小蓝和小黛 算是说不通了 那么这场事故的男主角 又怎么说呢 欧美把红时间一出场 就跟小蓝说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高了半天 还是个软饭男 说话也没底气 甚至斥责小蓝 没给小蓝介绍工作那天 就是去花天酒地 直到这一刻 小蓝才看明白 最后 她决定和男友分手 至于闺蜜小蓝 可能还得多打几场再说 俗话说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如果真是自己没问题 那就试着换个环境吧 关注阿云说 阿云带你走进 云云众生的百态人生